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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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完了刚才两句英文之后 我们把它加上六个符号分析 各位会觉得在听英文的时候真的很明显 一节一节的这样子慢慢的呈现出来 所以看到一二三加四的分割方式 很多的动物 使用 这是一加二 然后再带出三 某一种的 of language就是第四 所以一二三加四 一小节一小节的成型 出乎一句句的英文 各位听到刚才的声音就是这样的 我们等一下还继续听 现在看这第二句 they use 他们使用一二 signals 叫做信号 叫做三 他们使用信号 后面带出一个形容词子句 形容这个信号 which 带出来一个形容词子句 这叫做子句的手 指着前面这个信号 signals 这种信号呢 which have 是有 有什么呢 meanings 是有意思 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再来听一下英文 所以各位会发现 他真的就是这样一组一组 一块一块的 many animals use some kind of language they use signals which have meanings 那么他念出来的声音 是有意思的 所以在他的一节一节当中 表达他的语法架构 他的意思 再配合他的声音 这根本是一个一为二 二为一的一个基础功 所以为什么要先练这个基础功 练了这个基础功 你就变成了半个美国人 半个英国人 所以你等一下来 听说读写考试 自然就容易了 我们还要多听几遍 让大家很深层的去体会到 这种感觉 一小节一小节 按照他的语法的意思念出来 那么各位 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要跟着反复的去念 先建立你脑海之中的声音档 Many animals use some kind of language They use signals which have meanings 大家一起来 Many animals use some kind of language They use signals which have meanings 各位朋友英文教了快三十年了 只要掌握这几个简单的诀窍 你的英文会快速进步 否则就信不信由你 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花多少钱 你只能慢慢来 还不一定有效果 相反的利用我们这套六个符号 英文法的教学方式 你会快速短期 不要花大钱的 学上英文的听说读写运用跟考试的能力 第一个就是我说的念念念 不但要念 你还要越念越熟 越念越快 念到英文的声音对你来讲 根本是一种直觉的反应 而这里面还有一个思考的架构 自然而然成型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更难一点的 更长一点的句子 好的各位朋友 英文一定是一小节 一小节有语法配合声音念出来的 我们加上六个符号来分析它一下 for example 比如说这是一个片语 一小节 when带出来个副词词句 里面要主词动词 when a bee has found 当一只蜜蜂已经发现了 some food 一些食物的 这个时候呢 这是一个词句 再来真正的year sound it goes 它就会去 back 回去 to his home 回到他的家里头去 好的 这句文法就稍微深一点了 我们讲慢一点 我们看到 it is 这是主词动词 而这个it 在英文称之为虚主词 也就是 它并不是真正的主词 它真正的主词在这里 to tell the other beast where the fool is by speaking to them 这个地方 后面长长的才是真主词 那么后面这个情况 是呢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 for be 对于一只蜜蜂来讲 后面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现在看真正的主词 什么事情不可能呢 to tell the other beast 去告诉其他的蜜蜂们 告诉蜜蜂们什么事呢 各位这是第三种词句 叫做名词词词词 所以我们刚才连续看了三个不同的词句 有形容用的形容词词词词 表示时间的复词词词 以及现在最精彩的名词词词词 那么各位 我们说英文的语法非常非常的复杂 可是我们就用这六个简单的符号 贯穿全世界的英文 每一句都可以这样解释 除了刚才说的一二三 就是主词动词 然后分个线 来出一小节一小节的句子出来 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叫做子句 子句叫做 有一个手带出来 就是个框框的这个字 带出来主词动词 这就叫做子句 回来看这句 刚才说 对于蜜蜂而言 去跟别的蜜蜂说话 说什么事情 告诉他们什么事情呢 where 这是一个子句的手 主词动词 食物在哪里的这件事情 这个名词子句 就表示一件事情 这非常简单 这个食物在哪里 我找到了 你要跟我去 但是食物在哪里 我要跟你讲 用什么方式 by speaking 用讲话的方式 to learn 蜜蜂不会讲话 所以它不可能用讲话的方式 告诉其他的伙伴们 but 但是 it can do 但是它可以做 一二 中间一个主动词 它可以做什么呢 a little dancing 可以做一些跳舞的动作 所以蜜蜂就这样 飞来飞去 飞出个舞蹈 告诉其他的蜜蜂们 食物在哪里的这件事情 where the food is 加上六个符号之后 就把这个很迷糊的感觉的英文 变成非常的具体 一组一组的 再加上各位一起的努力 就是你把你的声音建立起来 有声音 有思考 你的底子就行了 那么你会觉得英文 就能够清清楚楚地掌控 技术 运用 我们再来听它一下 好的 程度更好的朋友 可以跟得上的 跟着一起念 程度比较弱的朋友 没有关系 我们先念简单的 for example 比如说 when a bee has found some food 当一只蜜蜂已经找到 一些食物的时候 it goes back to its home it is impossible 后面有一件事情 是不可能的 for a bee to tell the other bees 对于一只蜜蜂而言 去告诉别的蜜蜂 where the food is 食物在哪儿 by speaking to them 用讲话的方式 but they can do a little dancing for example when a bee has found some food it goes back to its home it is impossible for a bee to tell the other bees where the food is by speaking to them but it can do a little dancing 各位朋友 反复反复的听 反复反复的念 千万不嫌多 然后呢 还不是迷迷糊糊的 而是加上六个符号的分析 一小节一小节的 清清楚楚 组织它的架构方式 排列组合的一个规矩 各位这样子 你的英文真的成型了 我们再来就要让大家实际来体验 那么你去参加考试 是不是就进步了呢 是不是能听 能说 能用了呢 听说读写考 我们反过来先谈考 好多的学生 好多的朋友 都不许考试 这时候各位名词子句 我说过表达一件事情 一个手之后主持动词 将来你再遇到这种考题 保证你一定对 我们先看一个 约初中考高中程度的一个题目 他说 Can you tell me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后面就是带出个名词之句 表示一件事情 你可以告诉我一件事情吗 就是厕所在哪里 这个时候各位回想一下 你刚才的基本架构 在英文叫做 手之后主持加动词 这就是英文的 必定结合的方式 它绝对不会变 尽管每一个句子都不太一样 但是它的文法结构一定一样 所以我们先找到这个手 所以各位看这四个答案当中 A跟B就是一个手放在最前面 所以C跟D根本不考虑 再回头看这个A跟B 哪一个是对的呢 先主持在动词 所以我们要先有 在你的脑海之中 在你的嘴里 先主持在动词 其他根本不必浪费时间 所以各位 如果你考试是用分析的 根据老师讲的 应该什么放先 什么放后 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规矩 这种英文 你一定是假的 你真正的英文就是 你看到考题 你已经知道答案 你可以念出来 可以说出来 等一下出了考场 一个外国人就跟他聊天 而不是考完了出去 奇怪了 考试的东西都留在教室里面 出不去了 所以念念念 念的当中带路 一二三加四的思考 英文就成型了 Can you tell me where the toilet is 现在我们再看难一点点的 这可能有高中 进大学的程度了 现在各位先看到这个叫做 the local government 这当地的政府呢 does not know 并不清楚 并不知道 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又是一件事情 一个手之后主持动词 所以各位看到这四个答案当中 根本有两个 根本不需要看 因为它没有放在最前面的手 所以我们不是选A 就是选B 好的 要选A还是选B呢 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 先主持再动词 换出来之后 这里是助动词 这个不对呀 我们刚才说先主持再动词 所以我们先主持 这个主持出来了 不管你看得懂还是看不懂 它都叫主持 对不对 the terrorists 这叫做恐怖分子 will attacked 将会攻击 attack是动词 their city 就是第三个字 中间加个助动词 助动词放在主持跟动词的中间 这绝对没问题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when the terrorists will attack their city 这些恐怖分子 将什么时候 会攻击他们的城市 这件事情 当地的政府 并不知晓 我们合起来 再看一次 the local government does not know when the terrorists will attack their city 所以各位 是不是这样子 念念念熟了之后 文法自然记在心里 一考试一考一个好啊 好的 这可惜啊 绝大多数的朋友 你们在学英语的时候 并不是这样学 你们是死记单字 死背文法架构 然后迷迷糊糊的去考试 那么考的时候 就这样 ABCD四个答案 把这些字呢 随便排一排 就像把中文说 你好漂亮 换成你漂亮好 好你漂亮 这种很无聊的一个方式 然后甚至更无聊的 还有最后一个答案 叫做以上皆非 迷迷糊糊在这里面当中 钻来钻去 背来背去 十几年下来 你的英文当然是不能用的嘛 那么相反的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学好 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几个月你就行了 只要你愿意下点功夫 好好念 我就天天念 张开口大声的反复念 花一点点时间 把这个简单的 一二三加四的语法弄懂 你的英文不就成型了吗 讲了考试 当然不能忘记听说咯 来听 各位注意到没有 你现在的脑海之中 好多的声音 对不对 Where the food is Where the toilet is 你都是声音 直觉的反应 所以你听到的时候 你听到的当然是声音 声音跟你脑海之中的声音 碰碰在一起 而不是能说 你的脑海之中都是字 哎呀 那个字好像听起来像什么 你在那边分析的时间 人家讲下一句了 所以来听听看哦 现在我放出一些声音出来 大家听 现在大家眼睛闭着 不要看字 看看你听得懂 还是听不懂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station is 好 他刚才说出来了 请各位眼睛张开 是不是有声音 你自然就比较容易听懂了 他刚才说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station is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station is 好的 各位 如果你有声音 你不但会听 你自然会反复 就说得出来了 Please tell me 请你告诉我 来一二三 车站在哪里 Where the station is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station is 要说快一点也可以啊 Tell me where the station is Please tell me where the station is 所以刚才叫大家 不断地反复念 而且要越念越熟 越念越快 就是不管人家念得快 念得慢 你都能够抓得住 这样子就叫做 能够听得懂了 好了 能听 换咱们说咯 啊 出去晚啊 时间还早啊 餐厅还没开啊 问一问 什么时候开啊 I want to know 我想要知道 I want to know when the restaurant will open 知道什么 餐厅何时开门的这件事情 是不是记得一个手 主词动词 when 是什么时候 餐厅怎么说 the restaurant 开门 叫做open 好 那单是等一下开 如果用未来识就更好了 will open 所以合在一起 when the restaurant will open I want to know when the restaurant will open I want to know when the restaurant will open I want to know when the restaurant will open 各位这样不是又听又说了吗 事实上真的很简单 就好好的照着我们引导的方式来拼命念念念念念念念 再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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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完念的很快很快 彻底的理解一下这一二三加四的一个简单的文法道理 合在一起 每一个句子都能够成为声音的 每个句子都有生命很清楚的架构在你脑海之中 记忆深刻随口就可以把它给说出来 如果这样子教起来 所有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很快的把英文学好 我们的成年朋友千万不用嫌老 我教了好多好多的成年朋友 照样各个能够用得出来 上台能够跟外国朋友说话 下台能够写意没有写报告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不过就是一个英文的工具而已 只可惜啊 我们的好多好多的孩子 不是整天在练这有用的东西 是整天在那边死背死记死考 到了网络上一大堆的特殊方法 一大堆的技巧 一大堆的APP 是的 这些都很好 但是他们叫做东学西学 所以各位真的想把英文快速学好 你听我的 就照这两个基本动作好好练 练它两三个月 我相信保证大家都能够念得出来 希望再有机会看到很多的视频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年轻小伙子 勇敢的到各个国家去玩 能够说一口简单的英文有什么了不起呢 不能够只能说 a little english 实在是太丢脸了 咱们这么聪明的民族 英文是难不倒我们的 好了 详细的学习 欢迎各位参考我们六个佛号英文法的各个的视频 或者直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看 甚至进一步想跟着我们一块学 建立你的实力的这两个声音加语法 就好好的花一点时间 短期快速有效的学出句子能够运用 能够考试的本事 大家一块加油 小伙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